大家好 又来到我们Lukuk你对掌 师傅每次都比我好笑 在说八卦和分享之前 大家记得给个赞和订阅和支持 今天讲一些灵感问题 师傅我看到你的输时间 我比较关心一些很细微细眼的线 这条线就叫直角线 直角线通常出现太阴忧 如果你玩掌文学来说 你要分它在上面下面左边右边 因为上面那层就叫理智区 下面那层就叫行动区 是 现在左手上的金星优这边 就叫做一些实际行动情欲 太阴忧这边就代表了幻想 想多了那些拘离 所以直角线通常会出现在太阴忧那边 明白 那边就代表了那些人喜欢想东西 幻想直角能力强 即是灵感的问题 是灵感的问题 所以带直角线的人 通常有时想到的东西 会发生 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东西 所以叫做直角线 关不关于工作或是在创造那里 可以 那你有个直角线的时候 如果你的事业需要创造性 你便被别人优胜了 因为你的直角能力强 对 你的直角能力强 时看的东西会更准确 就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你便优胜了别人 对不对 所以有直角线的人 做我们圆何界都有好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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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些人是会 譬如这样说 你做一个玄学家 或者做一个我们叫做 一些预言家 他这条直角线都不可以少 嗯 关于一些创造性和科学性 其实也是 也是 因为他在说这些 对 你的脑子可能是 跟别人有少少不同 嗯 你可以想到一些 尿事如神 对 你可以想到一些 别人想不到的东西 或者你只是尿事的时候 真的容易给一般人来说 你那个灵感性是比较强的 是 我们叫 理解 直角线就是这样来 很细小的线 因为不是主线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是吗 你有这条线出现的 你是被别人优胜强 明白 你没有这条线的 也不代表你没有私下的 是 对 只不过你会想的东西 就会循规度拒一点 你也不会想到 人家想到这么神奇 你也想到的 是 就是这些 鬼才就是这样 是 鬼才就是这样来 对 如果你说 有这条线的人来说 大部分都出现在 一些原学家 或者科学家那里 比较有机会大一点 明白 是 我们叫做 师傅刚才说的 掌的上下左右 简单点说 其实都是在 在 是 就是我们叫做 太阴幼 金星幼对面 是太阴幼 是 旁边 有一条线 在上面是瑞星子 删下来的 这条线就是直角线 是的 就是在旁边 即未必是很规矩 其实在这个范围也可以 这个范围 总之太阴幼出现的殖民 都可以类近叫做直角线 哦 因为这个范围是主一种幻想 和一种人家不会想的 你会去想 哦 太阴幼 明白 明白 理解理解 是 所以变了来说 我们叫做 这边的范围 出现这些殖民 叫做 叫做 直角线 嗯 如果这里出现一个 鱼的形状的文 鱼的形状 是 他传说有一个 以前在外国有一个 很出名的预言家 是 他的手掌文在太阴幼那里 出现了一条鱼的图形 哇 就是好像鱼那样 像三角形 我们说神仙鱼 就是大家说 火柴人 火柴鱼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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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一个 在外国是一个很成名的预言家 是 所以这个位置出现了这些符号 一般来说 都是预言能力比较强 是 是的 这个意思 灵感白血定 应该是 灵感特别秘 而且直角能力比较强 嗯 这条线 很特别的 幼小的线 其实很多在大家手上发现 那手掌文就很多很乱 真的不讲主线 很多幼小的线 大家可能都 根本就看到 全手掌都是文仔 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我又看到书的时候 看到有个叫天才线 是不是真的顾名思义 师傅 他天才线 就在太阳幽 即是太阳子 即是我们无名子 明白无名子 下面出现的线文 是 那你逢出现了这些殖文 一般都叫太阳线 哦 太阳线 叫光辉的事业 哦 他是事业线的辅助线 哦 我记得上几时候你说过 是他事业线的辅助线 那如果你的事业线 万一 我们叫做 比如说中途 山山下断 或者不靓 你出现了 太阳线 出现了一条直线 那他可以辅助你的事业 向光辉那方面走 好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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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又叫做天才线 哦 那意思 即是你遇到困难 你的男人是能够解决到 那意思 明白明白 一般来说一条两条 不要太多 四五条多 那一条就相反 是因为我看书 其实短短的排列 整整齐齐 两至三条 不要多 多了 拖了就破坏了这个邱 哦 是的 尤其是这个邱出现了一些声纹 所谓一颗声这样散开 是 那这些就是光辉的事业 哦 这样的意思光辉事业 是光辉事业 听到很棒 这个形容词 这个邱出现了这些信号 是一件好的信号 明白明白 所以我看书的时间 其实他所有的那个不同的名称 都是指同一个位置的线 无论是天才线 或者是太阳线 或者是事业辅助线 是的 哦明白 是因为有时候他的名字不一样 名字不一样 那些声纹出现在每一个邱有 都有一个不同的解释 明白了 是的 如果这个声纹出现了 在这个中指无名指之下 那便大件事了 中指和无名指之下 是的 不是中指之下 中指之下呢 在这个手指这里出现了个声纹 那这些就是孤独的了 老来 即是你又不用想着 那些子女跟你在一起的了 拜拜 所以在不同的邱出现了些不同的信号 都是有一些不同的解释 是的 都是给了个信号符号 都是一个讯息来的 是信息来的 那这些就是信号来的 对 没错 真的有些信号 你接着怎么去解释它 明白明白 好了 那大家应该这些小小的文 我们就解释了分享了 好了 那继续就是和分享大家 你们的贡献 之前的贡献 这个就是李先生的 李先生的 是李先生的 是李先生的 当然全世界都姓李 李先生给一个牵使你 如果是你的话 你自己记得了 我没有记错你的email 有四个七字的 是你了 那他问呢 就是问相关问题了 是 他问他自己 师傅啊 我有没有学完学的慧根 那学完学的慧根呢 在掌文那里来说 有几个信号 要值得留意的 是 那第一个呢 就是说呢 你手掌中间 这个火星平原 火星平原 出现十字文 出现十字文 这个叫神秘十字文 那天生呢 就对这些神秘性的东西 特别有兴趣的 那这些人呢 学完学呢 都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哦 是因为有个条件 因为有个条件 天生 你天生对这些人 有莫大的兴趣 兴趣很重要 或者呢 有莫大的 就是一种叫缘分 解释不了 是没错 所以这些信号呢 对了你呢 你对一些鬼神 玄学的东西呢 就特别有兴趣 嗯 第二个位呢 就是说呢 你食指之下 食指之下 这个邱 是 那么呢 出现呢 一个半月形的信号 哦 就是牧星华 是牧星邱 是牧星华 这个牧星华呢 他这个信号呢 也是对比了 就是说呢 人生呢 你对鬼神 结合不解之缘 嗯 嗯 所以呢 这个邱出现了牧星华呢 你一个寓言家 或者我们叫做 一些圆学家 有什么都好 是 都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明白明白 明白 那第三样呢 就是看了我们介绍的 直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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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这三个地位呢 出现了这些 都符合的 符合的 出现了这些信号 就不用三个出现了 是啊 没有三个出现了这么厉害的 哈哈 就是随便出现一个信号呢 那你去学一些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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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原学啊 述素的东西 嗯 那你都是给人优先的 哦 给人优先的 对的 否则条件的关系 第二就是 那个兴趣浓厚度 没错了 嗯 那李珊呢 那手掌呢 是很明的 是 而最特别呢 就是他们的头脑线呢 就是还贯了一只奖的头脑线 哦 是哦 他还贯了一只奖的 是哦 那些叫过场的老线 过场 过场的老线呢 通常呢 这些事情 嗯 那小小姐就很紧张 小小姐就很紧张 反而呢 他应该要怎样呢 就是说 先先要放松一下个人 是 不要迫自己太紧要的 嗯嗯嗯 我们叫他就 村子掌的人来说呢 通常呢 就喜欢呢 就是我要做一样东西 就是要做到底的 嗯 不输得不输得的 我们村子掌的人来说 是 那他呢 在手掌文那里呢 他也是有少少 那个火星平原 有些十字文出现了 我们叫做这些 是 很小的 但是清晰的 是 所以变了来说呢 他的一些原学术素呢 他也是有些天分的 嗯 是 那我们叫他世上无难事 是 只怕有心人 是 那如果这话头 他有些人去学的 那你论识学到的 不过呢 你这条老线呢 一路环固一只掌呢 就怕你不够细心 就是太过 太过紧张 还有呢 有些时候 老线过长呢 是 他是代表了 因为你去到那个 对攻这个位呢 这个位是主 精神紧张的 哦 那变了来说呢 你预测一些东西不好的时候呢 你又放松不了自己 就会有点麻烦的 那所以 这方面 他是需要注意的 如果学完学或者学的 真是八字算命 其实要放轻松的 是啊 是啊 那这些东西 那有时候 有时候 你自己会沉迷了在一个位置 是啊 所以有时候 学完学的 那要看一下装置 有个道理的 是啊 要看一下有个道理的 就是有时候要放过 你是不是懂得去 怎样用另一个角度去思考 是一个问题 是啊 那如果你的老线 你的头老线 还换一只掌的 你又紧张 很厉害 又死牛一面颈 很难搞 加上你穿字掌 是很麻烦的 未帮到人才 就已经自己 帮不到自己了 是啊 所以这个要 这个要注意的 那你说他有没有这个条件 有啊 那真的有啊 有这个条件 他有这个条件 是啊 这些 好啊 那李先生也是 希望解答到 是啊 没错 我觉得无论 想学些什么都好 都是 学花师傅所说的 放开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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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要学习这个情怀 是啊 那现在其实 李先生的掌 那里来说 有点点忠告的 嗯 这些掌 只是说两句 是 因为呢 他这些 穿字掌啊 老线过场啊 是 感情线也很像 和婚姻线也有些问题 是 那这些人被感情 困扰也很重要 那这些手掌呢 很容易有些婚姻问题的 嗯 所以呢 要珍惜一下 一些感情 身边的配偶 要珍惜 是 是 是 多谢师傅 也是性格问题的 是啊 也是性格问题的 是啊 希望不帮到你 和李先生都收到 是的 收到的时间 师傅解答到你了 想学就学吧 放轻松会学吧 好 多谢师傅 是的 没错 今天又学到东西了 多谢两条线 记录里面了 好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你 你 你 多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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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感谢观看